好的 随着主裁判李正的一声哨响 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二轮成都农城 对阵北京国安队的比赛 现在已经是正式打响了 美米守维奇 这球还在他的脚下 双方的这场雨战却是打得非常的艰苦 江向右 横穿球 给进去 阿德布罗 这球往门前打 这边有机会起脚打门 余大宝 这球直接掉到进区里 美米守维奇 球顶到远端 刚才 外围直接的一脚打门 这球打进了球网 阿德布罗第一时间想要完成射门 结果这个球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抢先解围了 然后紧接着国安队在外围直接的一脚远射 洞穿了对手的球门 进球的是16号进鹏翔 直接的一脚端射 这球还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 有一个轻微的变现 这都是成都中程队在禁区要重点去盯防的 张宁的这个 张希哲的这个脚球也打不出来 外围直接的一脚远射 国安队的队长余大宝在这边贴身盯防 罗姆罗 主罚这一球给前点 给投球蹭到门前 这球危险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应该是有效的 比赛打到第25分钟 国安队的后防线出现了一个失误 侯森在处理这个球的时候呢 没有能够把这个球很好的抱住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对手上前冲了一下之后 这球直接掉落在了国安队的球门里 张希哲这球还是往中间打 投球攻击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 每米守围棋 接到了张希哲发出的脚球之后 直接冲顶破门 这球顶尽了一个绝对理论上的死角啊 对方的门将张颜 虽然已经把身体做到非常舒展 但还是没有办法 就只能是这样的一个表情 吃摇头 这球确实每米顶得太好了 这球赢着球直接顶得特别的脆 球击中了球门横梁的下眼 硬升入啊 张颜宁持球要组织反击 阿卜杜海米提有犯规 阿卜杜海米提 这个情绪有一些激动了 两边的队长在这个时候 也是在向裁判去施压 红盘 比赛打到40分钟 主裁判这边是向张预宁出示了一张黄盘 然后紧接着向 成都戎城队的20号阿卜杜海米提 出示了直红 我们再看张预宁 这个球呢 张预宁是想要在中场大脚向前出球 然后阿卜杜海米提从后面上来 要阻断张预宁 向前出球的这个动作 然后导致了张预宁的倒地 在上面14个关键节点都是这样 张预宁 这球直接攻门 这球打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 张预宁选择立脚大力轰门 然后皮球是贴地斩 球是打在了对方人强的腿上 发生了一个轻微的变现 加快了球速 改变了一下球的运行轨迹 防守当中做足功课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这一球直接往远端改 第一落点抢下来 外围二脸再射 这一球打在了美米的身上 有一个反弹 门前直接对角捕射 又是定位球 上半时伤停50 几乎是最后时刻 成都绒成队这边 又是利用定位球 在禁区内制造了 连续的攻门的机会 最后是在球门区之前 冯卓毅的凌空打门 把这一球送进了 国安队的球门 来看一下给国安队 这样的话 整个中前场所带来的 阵容的变化是怎样 现在是美米在三后腰 拖后的位置 成都绒统队的进攻 直接起叫大门 侯森做出了一个出色的扑叫 然后紧接着菲利佩的补射 这球最后偏出了 侯森刚才第一下的反应 还是非常快 张宇宁现在更多的回撤 来做这一个进攻支点的角色 拉出来 然后再打进去 好的 王子明到了禁区里 来看一下 防守球员在禁区边缘的一个倒地 阻挡了王子明 向禁区内的进一步的突破 看裁判这个球怎么去吹 应该是在禁区先外 刚才的这个角度来看 勾俊成倒地 来看一下啊 最后对于勾俊成的这个牌 怎么来界定 可能要再掏红牌了 要把勾俊成叫到身边 黄牌可能会被取消 然后变成直红 黄牌取消 红牌 郭俊成被罚下场 盖瑞把这球直接大脚解围出来 好的 美米守维奇 在中间从周定阳的脚下断球 这球是吹了周定阳的犯规 周定阳在吃一张黄牌 好 周定阳也被罚下 哦天呐 四年的时间能够完成连跳 这个确实让大家感觉很叛为观止 现在这个局面呢 是五分钟的商庭古时 时间还没到 然后主裁判明寿 回来 好吧 美米守维奇 直接起交大门 美米守维奇 这球打的还是很有威胁的 龙小峰也是倒地 做出了一个扑就 把这球给挡出 这时候 本场比赛的当事主裁判李正 再次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经过了将近七分钟的商庭古时 这场比赛终于是结束 这场充斥着太多意外的比赛 在这个时候宣告结束